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明德 今天来聊聊那款 子弹已经飞了一段时间 该玩的也玩了 该退的也退了 甚至比我想象快很多的 星球重启 游戏原本中国名为代号降临 开发商是字节跳动旗下 负责游戏品牌的朝夕光年 也是经典操作啦 海外先行用来修bug跟调整 最后再回头嘎一波中国韭菜 而台湾的代理是艾瑞尔 至于他跟字节跳动之间的关系 不点破不说破 请自行体会 而艾瑞尔跟字节跳动中间 还透过了一间新加坡公司 Kiru Tech来发行 不排除是为了避税 商业策略或者政治考量 那讲回字节跳动 作为全球流量的领头羊之一 也一直想要进入游戏产业来分块蛋糕 但以目前比较主流游戏厂商的角度来看 他们并没有表现在 如抖音般上的统治地位 不过光靠抖音就赚麻了 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而且他们主要的收入还是靠做广告 只要不断有人需要他推广 目前旗下最热门的作品 当属去年那款Marvel Snap 开发上是美国的Second Dinner 是来自暴雪全人公的Ben Bro所成立 过去他也是担任如实战技的游戏总监 游戏目前超过六成的收入 也是靠老美撑起来的 而撇除代言来说 至于也目前还算是值得一提的 就是航海王热血航线 当然这款除了靠IP加持以外 真的全靠同行衬托 甚至让他们有了底细搞第二款代号伙伴出来 另外就剩下去年上架的花衣3M 跟放肆50的 不过台版看着也快厌弃了 连刚出新手村的鲁夫都打不过 不过看得出来的刚公司也并不吝啬 在追赶学习投行的路上也很舍得花钱 至少你不会拿到一碗完全图文不符的牛肉面 虽然游戏的口碑总是不如一期 但品质还是有一定的水准 就像最近封测的金河COA 目前问题比较大还是出在策划经营方面 也有可能是他们过度依赖大数据的结果 所以星球重启这款游戏 是否能让朝夕光年返回一层呢 我们就继续观望下去 一个积极调为漠视的废图 带有写实的科幻、家园建造、射击等元素 相信不少玩家挺喜欢这类题材的 目前这款游戏被最多人拿来比较的就是 网易2018年发行的《明日之后》 以及前阵子腾讯上架的《黎明觉醒》 但《黎明觉醒》这款口碑溢出来就不太好 导致很多中国玩家反而都是在等星球重启 那我后面会再来对比一下 不过三款其实是蛮相似的 而这类生存梦的题材 较为知名的就是2013年出在PC上的单机作品《七日杀》 看到Steam上这个好评率就知道它多不简单了 那回到星球重启 这款我在内测时有玩过一下子 但因为当时在做别的游戏 外加题材并不省错我 所以后来就大胆放他去了 要不是因为答应观众来说一下 我真的是对这游戏没什么兴趣 有意提供高材质跟强调真实感的自定义粘点系统 通常一般在手机上都会采用弱化板来降低负担 所以这也是除了开头动画以外 让我特别有印象点的功能了 游戏中主线的剧情有配音挺不错的 缺点的话就是人物跟配音的适配度不高 体验上的割裂感比较明显 而相比建模的画质看上去很高 NPC的表现却显得相对实版 有种挺维和的感觉 核心玩法就如同游戏介绍 就是要在末日环境下求生存 主架构还是无聊着传统MNO 改用现代科技取代了传统魔法 不过至少没有自动挂机 还是舒服了不少 其中也看了出来很多游戏的即视感 像是明日之后 无人升空 战甲升兵等 也脱离不开MNO上常见的 打怪 采集 建设 社交属性偏高 然后塞买任务跟等级面卡 用来缓冲内容的消耗 还有点充点的战力系统 而只要涉及所谓的多人社交跟PVP要素 那就看你是要干死还是克死 自己选一条了 毕竟大部分的MNO主架构都是如此 无课玩是一定能玩 但始终会被拉开差距 另外就是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 学生时代户的时间多的话 我可能还会去试一试 但如今这种游戏 已经不是我个人会去主动玩的游戏品类了 而且很多大部分都是被做圈钱割菜用的作品 外加题材其实我并不感兴趣 所以导致我整路玩起来都觉得挺枯燥的 也有可能是我感受不到这类游戏的魅力吧 那游戏课经典 现阶段扣除到常见的月卡 战令 时装等 主要就是这个宠物系统 保底100抽 10抽月在500元上下 还有其他累计消费的奖励机制等 但毕竟他不是拿垃圾的品质来让玩家买单 或者不定时的谈广告来恶心你 所以综合起来 这几项课经项目 我觉得还算行吧 那问题又回到当时在讲换塔一样 MMO的本质都是像死的 真的 容易在未来版本遇到数值膨胀 或者随着时间提高入坑门槛 流存率逐渐下滑等问题 而朝夕光年这间厂商 依照过去收集资料的经验 封闭上并不算特别好 未来难保不会因为KPI搞玩家心态 要长期玩的话请做好心理建设 再来就提一下腾讯旗下光子工作室开发的灵明觉醒 游戏也有捏脸系统 那风格上是有点偏向韩戏 然后过场动画跟实际的表现实在差异颇大 放到现在来看的话是显得有点过时了 所以导致很多中国玩家在那边喷画质的问题 虽然我对腾讯也没什么好感 但其实一看就知道他本来就是想做成手游 回顾过去这间光子工作室 就是以开发各类枪战跟手游版本为主 外加这款还是有导入自动巡路的功能 所以其实他根本也没有想要锁定PC版上那些追求画质的玩家 另外科普一下 在中国手机版跟PC版是两个不同的游戏版号 也不是每个厂商都会专门去搞一个什么PC版 所以通常厂商都会搞一个什么手机助手版 或者干脆就推什么手机模拟器了 不过说实在这一款跟上一款的核心架构是差不多的 两款都是明显借鉴学习别人开发出来的产物 扣除掉画面精致度表现带来的直观差异 体验上我觉得并没有差太多 内容不论在任务、养成方面 该繁琐的一样繁琐 怪物也是变异体跟僵尸在题材上的变化 上一款有导入男人浪漫的机甲玩法 而这一款则是可以随地大小便 就看你更喜欢哪种生存氛围了 或者都不选 还有UI介面 包含这驾驶机车模组 两款在手机上都一样难操作 对比两者最大的差异 还是在剧情任务的表现 跟客金的侧重点不同吧 腾讯营运的游戏 一直以来在客金方面都不会让人失望的 尤其卖外观时装根本是他们的核心业务了 不论是抽的还是直接买的 还有这个累积除值的VIP系统 毕竟费精心思的去讨好硬核玩家 让有钱的休闲用户掏钱才更为重要 虽然看起来很多的中国玩家 在B站上喷黎明觉醒 但直接上B站并不是腾讯他们的主战场 只要有一个庞大用户的QQ氛围性 就能轻松创造流量跟推广 打入大多数的消费跟生活圈 这才是腾讯最大的优势 所以就算推出的是一坨答辩 选择张口吃的人还是非常的多啊 结论 三人行必由我试焉 则其善者而操之其不善者而灭之 老实说这两款在玩法上 我是觉得都有点过于繁琐 至少并不是会让我随时想拿起来玩的类型 而如果要选择在PC上玩的话 我相信是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但厂商既然会开发出来用来竞争市场赛道 也或许这个市场还有蛋糕可以分 不过作为一款新上架游戏 而且还是朝夕光年旗下开发的 我觉得这波退烧实在有点来得太快了 甚至目前还远不如暮设热门啊 比起上市放450的大量投放 找了大量的网红跟硬额代言 明显感觉这次的推广力度没有这么猛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跳动 去年底公司内部开始做业务调整 连带了影响今年上半年的战略布局 总之就等3月份的月报再来分析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看这个影片 颜色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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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